接下来为您播出一线 这一天是西宁市最寒冷的一天 肆虐着大风刮的人们早早就回了家 晚上七点刚过 整个城市已经像农冬深夜般异常冷清寂静 吃过晚饭 值班员杨毅像往常一样打开电视准备收看新闻 突然他听到窗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 同时戴海正神情紧张地跑了过来 他说是那个就是看他从火堆里跑出来 啥东西他也不切电 叫我过来看看到底啥东西 就在几分钟前戴海发现 门口正前方的大树下着火了 我们还以为是点垃圾的 点垃圾怎么样的 把树的根椒要来点垃圾 我去看出来 来不及多想 戴海拿着铁锹跑了出去 高级是一米多人来 进入火炎也来 戴海迅速破灭了上川的火苗 然而 就在尚未燃进的火堆鱼灰里 一样东西让他不禁惊跳假训 当时心里请着的 接到报警后 金陵市行政支队技术勘察员 迅速赶到了火在县场 发现了有几个箱子的支架 因为已经被烧焦了 箱子的其余部分 就是布啊 塑料的部分已经被烧焦了 只有剩下来的钢的部分的支架 但是呢 明显的有个九十线的看见 确定是一个焚尸 杀人案件 这起意外的火灾 其实并不寻常 显然是犯罪嫌人 在杀人之后 为了掩人耳目 或放了罪恶之火 经过初步勘察 警方在现场找到了部分的人系组织 但是由于高度炭化 已经无法辨认死者的身份 因此 想通过死者的社会关系 展开调查的这条思路 也就行不通了 要想寻找关键的破案线索 我们只能再次回到破案现场 嫌疑人选择在法院门口 这到底是荒乱之中的疏忽 还是别有用心 又或者 这其中暗含着什么信息 聚焦一线 直击现场 一目之下 四个形迹可疑的人 他们究竟隐藏了什么 我光四起 一场意外之灾 燃烧的余晖将揭开怎样的真相 再由于圣灰色 与伤心出现 残忍的手段 蹊跷的现场 是谁设下了惊天阴谋 罪恶迷途 一线正在播出 经过一夜的细致勘察 警方在现场找到的 有价值线索十分有限 与此同时 针对焚尸现场 周边环境 警方也做了细致勘察 法院的大门往前走十米左右 就是黄水河 东西两侧来 什么都没有 就是一条人心道 旁边就是值班室 灯也都亮亮 而且路边又是一个大的 咱们新西市的安石小区 出出精进的居民也比较多 不仅如此 嫌疑员作案的时间也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那个时间积累嘛 好多你说上班的或者家员的才是 或者做生意 才是回家的时间 所以这个地方的时间段里也不容易被人发现 嫌疑员为什么会选择在这样的时间 这样的地点作案 难道他就不怕被人发现吗 可能的嫌疑员可能是对新西市不会太熟 就是说流散作案或者是赞州人口可能也大一点 然而这只是推断 面对有限的破案线索 新宁市公安局迅速成立专案组 兵分四路 以案发现场为中心 向外辐射 展开地毯式摸牌调查 功夫不负有心人 经过对案发周边视频点的大量调阅分析 侦察员找到了一段宝贵视频 这是案发当满法院正门口的监控视频 晚上7点03分14秒时 出现了第一个拉着行李箱的人 紧接着他身后又来了一个同样拉着行李箱的人 两人拉了一小段路停了下来 不一会儿又出现了拉着第三个箱子的另外两人 四人没弄着站在一起 似乎在等待什么 商量什么 明显有四下张望观察周边环境的迹象 此时正好有一辆汽车经过 但四人并没有上车 在观望了周围环境后 其中一人往前走上了人行道 似乎再次在寻找方向 之后四人又交流了几句 最先出现的两人分别拉着行李箱继续往前走 视频中明显能看出 第二个人的箱子更大更沉 走了一小段路后 第一个人将箱子搬上了人行道 之后又回过头来帮第二个人搬箱子 在此期间 后面两个人一直站在原地观望 看到前面两个人再次回头等待 两人也合力将箱子搬上人行道朝前走 之后 四人再次集合 七点零四分左右 四人一起走进视频中央黑色区域 消失在视频里 这四个人应该就是本案的重要嫌疑人 通过在往后 前后排查了 再也没有出现过 相类似有箱子出现过的这种视频 七点零五分 视频画面中央再次出现两个身影 其中一人穿类似白色外套 与第一段视频里的穿着相似 两人从人行道后面的空地上跑了出来 此时两人身边已经没有行李箱 只见两人不紧不慢 肩并肩沿着来时路离开现场 七点零七分 个暗处走出了一个人 此时他的身影看不太清楚 似乎在驻足等待 紧接着 画面中央的大树下忽然窜击一片火光 这在火光南起时 又有一人迅速从黑暗处跑出 两人头也不回 急匆匆往前小跑 沿着与来时相反的方向跑出视频监控范围 这四个人的这个轨迹 非常可疑 我们初步确定了这四个人应该就是本案重要的这个行业 与此同时 通过这档满附近居民车辆的大量走访 侦察员找到了相关目击证人 综合前期调查分歧 警方对闲人的身份有了进一步推转 我单独做的多一点 像四个人结合做的这种 所以当时我们明显就说 人应该就说可能是急匆匆和阴风上的可能大点 警方即刻对出现在视频里的四人行踪展开进一步追查 对小区周围 而且是包括小区附近 经过的车辆和行人 走访组的一排查就是见人 一定要见人见车见面 基本上除了他们四个人之外 其他的人我们基本上都是见了面 所以我们当时也分析 他嫌疑中肯定是不在中备追逐的 那么 消失在视频里的那四个可疑人员 究竟往哪里跑了呢 我们来看一下案发现场的方位图 中间大树的位置就是焚尸地点 南边紧邻着黄水河 这里河深水级显然不适合作为逃跑路线 那么前人离开现场的方向还剩下两个 那就是沿着法院的门口往东或者往西 监控视频显示确实有两个人是往西走 按照正常的轨迹 这两个人应该在十几秒之后出现在这个小区的附近 但是当晚这个小区内外的几个监控都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而另外两名嫌疑人沿路往东 他们打了一辆车开上了高速之后的行动轨迹 就超出了视频监控的范围 视频监控的线索就此中断 一切只能再回到案发现场 关键物证 能否为中断的侦查指明新方向 关键细节 消失的嫌疑人能否顺利一案 罪恶迷途 一线正在复出 就在专案组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 负责现场勘查的民警有了重大发现 这个箱子的牌子 这个箱子上面有一个圆形的标识 应该是一个山寨的牌子 也就是胡乱几个字母拼上去的这种牌子 与此同时 另一重要物证也被找到 发现了两把钢区 有大概三十厘米长的那种钢区 钢区的这个把守的部位 因为是塑料的 也基本上也都被烧焦了 查到这两件物证的来源 很可能能找到关键线索 警方随即对西宁这全城所有批发市场 独立展开窝牌走法 经过大量工作 警方终于在一家小店里 找到了相同的钢区 于此同时 运营作民警也发现了相同品牌的行李箱 店主向警方提供了一条重要信息 他当时他回忆了 在案发的那一天 有一男一女 年轻的一男一女 过来买他这个箱子 这一男一女 男的身材较瘦 全身上下穿深色衣服和深色裤子 女的上身穿类似粉色衣服 下身穿深色衣服和深色鞋子 年轻人 一男一女 深色衣服 当着这个关键词 浮现在民警脑海里 负责视频调跃的侦察员 忽然眼前一亮 这是距离案发现场 最近一个小区路面的一段监控 视频显示 案发当晚7点18分左右 两名年轻男女 从画面左下角出现 两人身着深色衣服 手腕手 静止往前走 因为能看清楚 是一男一女 所以当时我们也回到 这两人是哪来的 这是小区附近另一个监控 几点21分左右 一男一女从拐角处走过来 此时 两人的衣着体态 基本都能看清楚 两人一路从小区南围墙 走到西围墙 绕了小区一圈 这两个人的新作路线 很诡异 他们一直绕了 沿着这个中坊的侧面 绕了一大圈 绕到这个中坊的背后之后 也没有走入小区里面 由于此前案发现场 视频叫母书 侦察员对咸人的外貌特征 并无把握 如今有了目击证人的证言 专案组决定 重新对这段视频进行反复研判分析 有一个鞋特征人的 当时在尼郑家院出现的时候 有一个鞋 女的是戴个帽子 法院的出现 我们因为看的时候 嫌疑人拉杆箱 准备上人心道的时候 他有一个背对咱们 法院的视频的时候 他的后背上也有个帽子 这两个人是不是这样的 这种反复的观察 反复才确认 就是说是这两个人 如果说是一男一女 就是出现在案发现场 视频里的嫌疑人 为什么会消失了 二十多分钟呢 我们分析会不会只有嫌疑人 也是都留在现场 比较安全一点 失踪的两名嫌疑人 再次出现在警方视野 七点二十四分 两名嫌疑人 沿着小区西围墙步行 最后出现在小区西门附近 这个声音往上呼噜噜的放下走 应该这个时候 车子辆这个 一个车右转门进来了 出出出 看停了 然后你看他两个一看 出出出停了 返回来了你看 返回来了你看 车子这个地方返回来了 本来是小区一看 他一看车来了 反过这个人在等着 但是一直小区没进 这是我已经感觉 我的乘客在这 现在的乘客在这 给这人付钱 出出车门了 开了两次 看主要车门晃一下 看车门关了 车门开车门关 这时候你看 然后有一个人 有一个人 进来看 进来的 车走了 车走了你看 走着一个人车走了 但这两个人 看不见了 我们把这个凝春家园 所有西大蒙的视频 全做出来 就没有 这个时间就没有 一难一难 近小区的人 显然 检验员是搭出租车 离开了 根据说是出租车的 这个 能看清楚 出租车是到了 糊涂路之后 左拐 沿着这个糊涂路 由东向西行驶的 通过准确的时间 和位置定位 警方被附近路段监控 展开进一步调远分歧 与此同时 另一组侦察员 负责通过GPS定位 尽快找到当晚 承载两名嫌疑人的 出租车 中法为中心 能走车的地方 我们全把它扩进去了 当时排出来了 三百多辆出租车 经过大量走访摸牌 当晚的出租车司机 被找到了 2012年12月22日晚上7点20分左右 我在城东区宁城家院小区西门口 拉了一男一女两名乘客 女的在白色帽子或围巾 到达七一路延伸路段的 美车汽车音响装饰店 他俩下了车 从出租车提供的信息 我们确定 最起码能确定到 要么是嫌疑人的居住点 要么是唯人居住点 根据出租车司机提供的线索 警方随即对七一路附近路面监控 展开路库调阅 做了侦查实验 从临城家院西大门 到他停车的地方来 十分钟就能赶到 所以我们重点 他当时离开的时候是7点30分 所以我们重点就排查 7点40分在七一路那个地方停靠的 确定下来了出租车停车的时间和位置 后来我们就在以这个为中心点 继续往外辐射 找水平监控 重点是查那些 就是说是一男一女 两个两面乘客 下车的两面乘客的 而且他那个出租车车型 我们也掌握了 它是一个桑塔纳车型 这是七一路延伸路面的一段监控 几点40分 视频右下角的绿色桑塔纳出租车 正是警方在寻找的那辆出租车 几点40分09秒 车子在路边停了下来 几秒钟后 从后车门走下了两人 正是一男一女两嫌疑人 警方以此为重点展开布控侦查 不久后 侦察员反馈在一家公馆内 发现了四名嫌疑人 警方决定立即对这四名嫌疑人 实行抓捕 警方顺利抓捕了出生的案发现场的四名嫌疑人 他们是关头 静静 美美 月月 光头和静静 就是那两名男女嫌疑人 警察 四人都是新宁市某族域店员工 到新宁打工的时间都不长 死者是他们店里的同事 姓甲 那么 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要如此残忍 对待自己的同事 死者又是谁呢 到案后 四人很快交代了犯罪事实 2012年12月21日 四名嫌疑人 我同另一名嫌疑人 平静 在居住的宾馆地下室 对死者进行了长时间殴打 大 木棒 搞头棒 真小胆 背部 肚波 嗯 大概就是胸波 二十二日凌晨四十左右 月月发现小甲已经死亡 因为她咋不动了 她咋不叫了 我一摸她的脚 她的脚就没人难道 心里特别的倔强 不忍心 心里特别的说 怎么去的嘴链 觉得直接是 这个太 就是太没良心了 面对审讯 自然供忍不讳 然而 让警方大为震惊的是 四名嫌疑人 与死者其实并不熟识 他们甚至连死者的真实姓名 都不知道 我跟她认识 一天两天 一点矛盾都没有 因为死者才来青海 姓名我们才来了三千万四天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他们能够如此残忍的对待 与自己无冤无仇的人呢 对此 自然都表示 自己是被迫的 我自己肯定受不了 因为杨瀚会打我 我打他也是为了自保 没想那么多 就被迫的自己 被挨打呗 因为打了好多次了 在静静和月月的记忆中 挨打和打人是常有的事 店里只要有人不听话 就会被人一顿毒打 人家店里来的姑娘都打过了 我见过的也好多了 这些背上全是那 轻一条子一条的 这些一条一条的 刀被打了 整个背都是冲的 原来就是脸上也肿着 根据私人的故住 打人和逼迫他们打人的 正是老板杨小和 这几个女的一提到杨小和 特别就是说是震惊 手都在发抖 我们必须听他的 他就是一个 怎么说 反正就是一个 比我们要强很多倍的人 所以人人都怕他 就是说自己太弱小 感觉好像就根本没有能力 去对抗自己 根本可以反省了 把我们家的情况都 很张握的 很了解的 我们要是不听的话 我们也自己想着 会怕两个家人 12月21日当晚 杨小和将四人叫到地下室 回想起以往的经历 恐惧在几个人心里滋生 最终吞噬了他们的理智和意识 自人开始兜打小甲 这个小甲 他也是想逃跑 因为我们第一次打的 我们爱打的时候 也是跑掉了一个 所以他打的我 那时候心里又是气 又是怨 又是汗 这种心态已经扭曲了 都基本上都是 你多打 每次打的时候 我都是曾经遭受过这种 多打的这种环境 这种让我受到这种痛苦 我要偿还给别人 静静说 他们曾想过停手 但杨小和的一个电话 彻底改变了所有人的命运 你们是不是没有爱过打 你们如果不会打 我来 我就说我把你们 你们把他打不趴下 我把你们打趴下 他就让我继续打 要狠狠地打 根据四人的部署 警方随后对宾馆地下室 进行了细致勘察 在地下室地板上 警方发现了 未清理干净的血迹 经过DNA检测 于22日焚尸现场的尸体 同属一人 根据光头和静静等人的供述 正是因为杨小和的出现 才让他们下定了决心 去继续狠狠教训小贾 并最终导致了小贾的死亡 在提到杨小和这个名字时 几名嫌疑人都用到了一个词 害怕 而正是这种害怕 让他们集体失去了理智 从受害者变成了失害者 那么杨小和究竟是谁 此刻他又在哪里 巧妙诗迹 化妆侦查 揭开幕后惊人真相 道德沦陷 迷失的良知 助长罪恶穿泡 罪恶迷途 一线正在播出 事实上 早在追踪光头和静静时 警方就发现 本案还有第五个嫌疑人 这是光头和静静 在七路下车处的监控视频 视频清楚显示 19点48分55秒 静静先下了车 此时光头未出现在视频里 静静一边来回踱步 一边左步右派 大约一分钟后 静静转身站在了监控左下角位置 似乎在等待什么 不一会儿 光头与另一名男子肩并肩出现在视频里 三人边走边聊 快步走向监控远方 之后停下来 这个男的在我们前期掌握的这个情况当中 一次都没有出现过 这两个嫌疑人去做完之后 急于要见的人干啥的 因为一般的就是心里 他就感情越快速逃离 越来越好 三分钟后 视频显示 19点52分20秒左右 光头 静静和这名男子再次反身走了回来 此时 三人彼此之间没有再交流 走了一小段路后 三人默契地分作两路 光头和静静从画面左下角方向跑出监控 这名男子头也不回 大不留心 连来时方向返回 离开之后 立马又得见一个人 那他见了这 我们当时分析他最起码也是个大的 就是同样犯 或者来商量 讨历情况 所以说 他也是一条重要的线 我们也决定跟着他再往下继续走一走 经过沿途视频排查 警方发现 这名男子最终走进了一家 族语店 警方随即安排了侦察人员 对族语店展开布供 观察人员往来情况 专案组判断 这家族语店很可能暗藏玄机 决定派出民警化妆侦察 我们两个夫妇痛症 打得比较胖 想爆发后 完了之后 我们借了几个旧一点的衣服 皮鞋上砸了一个土 就进去了 里面灯光也没有 空暗灯 我们进了那个包间之后 他才打开灯 别的地方都看不清 族语保健中心 只有仅仅的十几平米 而且也没有发现 有洗脚盆 或者是关于洗脚行业的任何东西 侦察员随机应变 巧妙布局 套出了族语店幕后老板的电话 专案组随即对该电话 进行了信息侦察 经查机主正是杨小和 专案组决定收网 迅速查封了族语店 至此 以杨小和为首的犯罪团伙 浮出水面 杨小和杨静春为店老板 手下有猴子张杰负责财物 水瓦李春鹏负责从外面带人 光头徐志军 财彩陈财德负责看管员工 这些人都听从杨小和的指挥安排 根据供述 店里70%的员工都是杨小和和他的手下 以到大城市打工赚钱等借口 从农村骗过来的 刚开始就是诱惑 然后就是说去拿去拿上班 然后能挣钱的好 就是要在你身上花很多功夫 完了之后再利用你来挣钱或者是给他 你就对于他们来说 我们有些女的都是他们的利用品 静静 秦静 月月和梅梅 四人无一例外都是被骗来的 然而当他们明白自己上仗时 已经没有什么机会逃跑了 第一天晚上就把我的手机没收掉 他们来就是先把你的手机没收掉 完了不让你联系 不仅如此 杨小和还安排人密切监视他们的生活 防止他们逃跑 要出去上厕所 干啥都有人看着 应该出去买东西 或者是吃饭 干啥都有人跟着 上班的时候他们都有人跟着 然后上班的时候 再把我们接回去 基本上我们就没让他们出去 谁带着人 谁自己送上过去 在此期间 他们也试图想要逃跑 但都以失败告终 我们也简直讨认了 大家没有机会 不要使你有反抗 或者让客人的时候去打个电话 他们就会知道 然后就拿了那个 就把我们叫到地下室 叫到那个住的房间里 让我们店的姑娘下机机刚 静静 月月 眉眉停静 他们四个人到足玉店的时间 最长的不到半年 最短的不到两个月 他们都经历了被骗 逃跑 被抓回 挨打的过程 而这几乎也是足玉店里 大部分女子的共同遭遇 踏入说的第一步 来一下子 就做到这么个魔窟里面 肯定你想打击太大 从天堂到地狱 你觉得这半年漫长吗 漫长 怎么个漫长 没有这样 没有期待的日子 都是到底个漫长 不管是从生理上 心理上 那肯定受到更大的摧残 所以你说这一生 估计可能忘不掉 对吧 所以是个阴影 也是极大的伤害 然而 共同的不幸遭遇 并没有唤起 静静悦悦等人 对善与良知的向往 在日过一日的所见所闻里 他们不约而同的选择了 与罪恶同流 并彻底走上犯罪的不归路 2012年12月21日 试图逃跑的小贾 被抓了回来 我就过徐志军说的 我说你带的人 如果不好好上班的话 你就带上回秀 之后 在杨小和的指使下 小贾被长时间殴打 最后 小贾因不堪忍受 拿起水果刀 自捅了两刀 害怕就把老板降心了 老板说了 没事 不管 他就说没事 明天早上再说 当晚 杨小和不仅没有对小贾及时施救 还命令月月等人 看住小贾 防止他再次逃跑 最终身后重伤的小贾 独自躺在冰冷的房间里 与隔日凌晨被发现死亡 我在想如果有一天 我会不会也被别人整成这样 应该说是他们应该是 应该是能意想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在整个过程中来 他们反而没有终止他们的犯罪行为 也没有相互劝阻 或者制止这种犯罪行为 经过进一步调查 死者小贾的身份终于查清 小贾来自甘肃农村 31岁 是两名孩子的母亲 采访中 警方透露了另外一个细节 22日早上 发现小贾死亡后 静静月月 婷婷和美美 分别拿出了自己最喜欢的衣服 为小贾换上 这或许是他们对无辜的小贾 和自己良知的最后赎罪 假如时间就是可以倒流 可以让我的命来坏他的命 我真的我都愿意 对他们几个人来讲 那应该说是来 等待他们的 是法律的延迟 那他们的最美好的这一段时光 将在监狱中度过 经法医鉴定 受害人小贾的腹部 被锐气刺伤 从而导致为前逼破裂 激发急性附魔炎死亡 而罪魁祸首 正是杨小和和他的犯罪团伙 杨小和光头 静静等六人的行为 已经涉嫌故意杀人 等待他们的 将是无情的审判 和良知的遣诵 这里是一线 我是陆晨 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